湿气重 头发油 血须 头发少 肾须 头发白 中医教你养出好头发 你是不是年纪轻轻就长了很多白头发 看起来非常的显老 而且头发还爱出油 一天不洗都雨成丝 而洗一次呢 头发又会大把大把的掉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清楚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头发的好坏呢 也是能够直接反映我们脏腑的问题 比如说湿气重 头发就爱出油 血须呢 头发就比较少 而肾部族呢 就比较容易长白头发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血须头发少 中医讲发为血之鱼 只有气血充足 我们头发的生长才会比较旺盛 相反如果血须供给五脏六腑的 粮食都不够 那还有多余的血去长头发呢 所以就会出现脱发 头发看起来干枯毛躁的现象 而且这样的人呢 平时看起来都比较虚弱 口唇 指甲的颜色比较淡 还会经常感觉头晕眼花 精神疲惫 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淡 舌苔薄白 像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通过 腐气养血的方法 来促进头发的生长 其次呢 肾部竹 头发白 中医上讲 肾长筋 齐滑 再发 也就是说一个肾战功能好的人 头发呢 它也是乌黑发亮有光泽的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只要它的根是足够的强壮 是能够源源不断的吸收滋养 它就会脂繁叶茂 相反如果肾经不足 就会出现年纪轻轻 头发就白了很多 而且发自干枯毛躁 容易掉落 平时呢 也会觉得腰细酸软 还有耳鸣 头晕 精神萎靡 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舌子淡 太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补圣经来滋养头发了 最后是 湿气重 头发油 中医上讲 皮阻孕化水湿 如果脾胃虚弱 就容易导致我们的湿气 聚集在体内 湿性本来就是比较重着粘腻的 所以一旦弹湿困煮 煮腮毛狼 气血就无法正常的运转 头发失去了滋养 就会变得油比较多 这类人呢 不仅头发油 脸上也爱出油 容易困倦乏力 舌头生畜一看 舌体胖大又矢痕 舌胎比较厚 像这种情况叫 健脾驱使 理气化痰了